和裴轩合理后,我回了青街。青街还是熟悉的模样,十几个大娘大业凑在榕树下嘀咕人坏话。 王大娘一瞅见我,顿时怪声怪调。 哟,这不是我们的秀才娘子吗?怎么灰溜溜回来了?三年也不见下个蛋,难怪裴老爷不要你。 当年王大娘的女儿心悦裴轩,说什么也要嫁给她。 但裴轩与我订了娃娃亲,那时她还有读书人的风骨,怎么都不肯毁婚。 如今金榜提名,她的风骨倒消失得干干净净。 几个大娘连声讨伐我,我也不恼,反而扯出一抹笑,朝诸人碾群行了一礼。 从前阿满若有得罪诸位之处,还请诸位见谅。 如今阿满回清街,只为众开城市铺子,将阿婆和阿娘的羊肉汤传承下去。 一边说,我一边展开幌子,上头憨墨写下五字,成是羊肉汤。 是阿婆的自己,几人唏嘘一声。 王大娘抱着臂,嘴角勾起一个怪笑。 一个弃腹,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才被修。 万一喝了你的羊肉汤,生不出儿子,那可这辈子晚了。 我自知与人论证此事讨不了好,但从前的陈阿满甘愿受委屈,现在的阿满也愿吗? 我想,我不愿的。 阿婆阿娘的羊肉汤铺子更不能受委屈。 王大娘,你不喜欢我的阿婆阿娘,也不喜欢我。 可是,你没喝过我家的羊肉汤,又生了一个怎样的儿子。 日日喝酒打牌,前不久还因调戏妇女被抓了起来。 听说裴轩和惊涯县令交情好,可你能求到她面前吗? 我抬头指示王大娘,嗓音很轻,但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 王大娘的脸色顿时煞白,指着我你,你,你了好几声,都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 我不再理会她,转身回了原来的铺子,将幌子挂上,褶色当风,样出一圈圈轻吻。 我的心莫名安定。 这是阿婆和娘亲的羊肉汤铺子,是他们留给阿满的。 次日,城市羊肉汤再次开张。 如阿婆阿娘一般,我在铺子门前支起一口大锅。 洗净羊脊骨后,加入生姜和料酒,用热汤冲洗开浮沫,再将羊肉和羊脊骨放入锅中熬煮。 以温火慢炖,热汤咕嘟咕嘟冒着泡。 这样熬出来的羊汤颜色奶白,也不会过于浓稠。 除此外,我还放了鸡尾鸡鱼增味。 这是阿娘教我的,我一直都记得。 熬了一夜后,羊汤味道香浓,鸟鸟飘散在风中。 引得路人频频回望。 阿婆阿娘在时,生意总是很红火。 但换了我,生意惨淡到了极点,竟没有一个人进来。 大家伙都跑到对面王大娘的铺子吃烧饼去了。 王大娘昂着头,眼睛时不时瞟我,似乎想看我有什么反应。 然而我不恼,也不急,因为人气的一点一点积攒,倘若我第一日就生意爆满,那我才要着急。 直至傍晚,我的铺子也没有一个人光顾,只有一个阿公来回夺步。 阿公约是知命之年,打扮得像太监,路人不由地多看了他两眼。 王大娘鸡翘一笑,什么锅配什么盖,你称阿蛮是弃妇,所以门口站着的都是什么太监乞丐老不死。 连一个烧饼都买不起,还想喝汤吃肉,做你爹的梦。 阿公或许没听过这么粗鄙的言语,眼睛都瞪大了,又新奇又恼火, 胸膛上上下下起伏,一会儿才吐出两字。 放肆,王大娘笑得更大声,还放肆,放你爹的屁肆, 人家贵人出门,都带着数不清的仆人,你一个臭老头,算什么东西? 我看你全家,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阿公气更甚,眼见两人都要打起来,我连忙来到阿公身旁。 我的手还未碰到阿公,阿公就这么直愣愣地倒了下来。 我正住,王大娘也正住,成,成阿满,不干老娘的事。 反正我看见了,是你推她的,要付诊金也是你付。 说完,她就一溜烟跑了。 我无奈极了,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她的家人,只得将人搀扶回家。 好在她不重,成家阿满也有福人的力气。 和裴轩合理后,我身上只剩五两银子。 左儿个又买了新鲜羊肉和骨头,故儿身上只剩三两银子。 请大夫出诊,需一两银子。 问诊,需一两银子。 我看着钱袋子里叮叮当当的碎银,叹了叹气。 只盼这位阿公的病不重,否则,把我卖了也付不起要钱。 大夫整过卖后,神色有些古怪。 我的心悬了起来,莫非阿公的病难治? 大夫皱着眉,非也,老伯这是单纯饿了。 小姑娘,我看你面善,怎么还饿着老人家? 请走大夫后,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阿公这么大一人,还能将自己饿晕? 晕了还花我二两银子。 现在把我的脸刮干净,也只剩一两银子。 若鸣个再无尽相,我们俩都得喝西北风。 但再脑,再气也无用,现在人还躺着。 我叹了一声。 转身出门,给阿公做些吃食。 门口那口大锅还熬着羊汤,汤汁成乳白色, 像把骨髓全都熬出。 喝一口下去,味道鲜美,不山不腥, 回味无穷,既暖胃,又营养。 我思量了一下,盛出一锅羊汤,放至灶上, 待热汤烧沸,再将羊肉、猪肉、鸡肉分别片下去。 毕竟羊肉太贵,羊肉的供应又少, 我得省着点用。 踏上的阿公不知何时醒了, 烟烟的,动也不动,好似没什么力气。 我任命般把羊肉汤小心放到他面前。 阿公,这是我自己做的羊肉汤, 我为你喝一些,好不好? 阿公哼了一声,我才不吃别人做的羊。 还未说完,羊肉汤的香味便飘到他鼻尖, 他嗅了嗅,忽然改口道,那就姑且尝一尝吧。 我无奈笑笑,这小老头的性子倒像个孩子。 娘亲说过,阿婆也是这般,越老越像顽童。 所以,成阿满啊,成阿满,且把他当成自家老人吧。 我一边想着,一边一勺勺为他喝汤吃肉。 不一会儿,一碗羊肉汤就溅了底。 小老头还嚷嚷着,怎么还有其他肉? 哼,糊弄我小老头呢? 而且,怎么不撒辣子,不撒辣子,怎么吃得过瘾? 不重,不重。 我将满意料,力气有些大,故而显得撞声大了些。 小老头去我一眼,你生气了? 嗯,我生气了,我脚尖一转,又盛了一碗羊肉汤给他。 我们城市羊肉汤不给权贵做,只给普通老百姓做, 所以才会有各式肉类。 何况,您在病中,食不得辛辣。 但您病好了,我给您吃我们家祖传的辣子酱。 阿公历时眉飞色舞,连说三个好字,羊肉汤喝了一碗又一碗, 直到锅都溅了底才停下。 我重重叹了一声,小老头这么能吃,只定能把他家里人吃穷。 阿公不知道我的想法,见我安生叹气的,便道, 你放心,我会付你饭钱的。 我瞅他一眼,更愁了。 如王大娘所说,这人穿得简单,又孤零零一个人, 指不定家里就他一个人。 哪来的银子呢? 阿公不服,食不相满。 我,不,朕是太上皇,所以小姑娘,你放心好了,朕一定不会吃白食。 我正了正,阿公见我如此,得意洋洋昂起头,推四个大公鸡。 我自是不信这话,只不过,阿娘说得对,老人家就是个顽童。 我替人噎好被子,温声道, 您安心睡吧,若您家里人寻了过来, 您便和家里人回去。 若没有,那您便先在我这里歇歇脚。 阿公的神情如遭雷劈,你不信? 嘿,这人,我哄小孩般,信信信,信了才有鬼了呢? 我阿婆经常说自己是京城第一富商, 但第一富商只能住这破瓦房,仅有一个小铺子。 我阿娘还说自己年轻时貌美一枝花, 结果爹和隔街卖猪肉的屠户女儿跑了。 可见,人人都有一个梦。 只不过阿公的梦太不现实了。 阿公果然是小孩性子, 我不过敷衍哄了几句, 他便又笑了起来,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好娃好娃, 朕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娃。 我富匪,好老头好老头, 我成家阿满就知道他是个笨老头。 许是因为今夜的月色轻如许, 又许是因为阿满今日做了膳食一桩, 故而我睡得格外香。 一夜无梦, 安眠至细微。 鼠色细微, 我便起来将前一日熬的汤用温火重新熬煮一遍。 令我没想到的是, 阿公静也起来了。 他的眼睛一直往羊肉汤上撇, 肚子还咕咕咕叫, 却还要嘴硬。 你太吵了, 所以朕免为其难起来帮你。 阿公, 清街人多口杂, 您还是别自称朕, 省得有人旁观。 小老头, 可别朕来朕去了, 我都怕有人把你抓起来。 小老头好容易听话, 点点头, 嘱咐我道, 记得羊肉汤不要葱, 刮一些辣子。 我有些好笑, 您说的帮忙, 就是帮吃。 阿公哼了一声, 高高抬起下巴, 倒真有贵人气派。 可别说我小老头吃白食。 小姑娘, 你且说说, 一个铺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思量, 食物的新鲜, 好吃的程度。 阿公一派世外高人的模样, 缓缓摇头, 加重语气, 错。 无伤不肩, 我们既要挣银子, 怎么能想这些? 一个铺子最重要的, 当然是人气。 好似有些道理。 若旁人看见一个老头 能喝七大碗羊肉汤, 这说出去虎不虎人。 我摸了摸下巴, 虎人。 那虎人的东西传出去, 便有了人气, 有了人气后, 便会有人想进来试一试。 若刚好羊肉汤美味无比, 鲜香无比, 是不是你的生意能好起来? 也是。 于是, 我让阿公乖乖坐在最外头的桌子上, 给他盛了满满当当的一碗羊肉汤。 按他的要求, 还刮了鲜香辛麻的辣子进去, 十分开胃。 念他大病出狱, 所以我只允他吃一碗 加辣子的羊肉汤。 阿公一会儿紧巴巴皱眉, 一会儿嗅着羊肉汤, 好似做了什么了不得的思想斗争, 好半天才同意。 他同意后, 我才给他端上热腾腾的羊肉汤。 阿公大快朵頤, 连喝了三碗, 还道, 好喝。 好喝? 我轻笑起来, 好喝就行。 成是羊肉汤, 可不就是以好喝为宗旨吗? 许是阿公的嘴开了光, 铺子里头真的陆陆续续进了人。 第一天是如此, 连续三四日亦如此。 羊肉汤不仅好喝, 价格还实惠。 有人连喝了三四日, 一次就要喝好几碗, 有人让我把汤装进食盒里, 给家里人带回, 还有人遇到熟人, 会主动帮我揽客, 几人做到一块, 热闹极了。 阿公最开心, 直说自己聪明。 我也哄着他, 是是是, 你老最聪明了。 可好景不长, 这一下, 王大娘坐不住了。 王大娘将自己的烧饼摊丢给伙计, 一屁股蹲坐到铺子门口, 扯着嗓子就喊, 你们还敢来吃他家的羊肉汤? 也不怕生不出儿子。 你们不知道, 这个女的是陪家弃妇吗? 就是今年三甲, 集地第二十三名, 被陛下赐了同进士出身的陪家。 而且他都三年没做过羊肉汤了, 一看就难吃得要命。 你们还敢买, 还敢喝? 客人们纷纷停住, 几个想进铺子的客人, 也缩了缩脚。 路人们瞅一瞅我, 又看一看王大娘, 议论纷纷。 王大娘得意极了, 纯兮兮和和, 仿佛在说, 陈阿满, 你奈我如何? 我很淡然, 我做了十二年的羊肉汤。 嫁给裴轩后, 他不喜羊肉的山味, 便不允我再做羊肉汤。 蹉跎三年后, 裴轩飞黄腾达, 我依旧是羊肉汤娘子。 我本以为这样的结局也很好, 可我忘了, 这个世道对女子何其苛刻, 光是冠上弃腹二字, 便让人颇为不齿。 即使我不是被修, 是合理, 即使合理并不是我的错, 即使我做的羊肉汤味道一绝, 即使阿娘一直教我要与人为善, 可是在他们眼里没有及时。 我的沉默在王大娘看来便是纵容, 她拍了拍屁股的灰, 笑声尖利。 我扭了扭手腕, 咬了一碗烧冷的羊肉汤, 泼了她全身。 冷下来的羊肉汤带着山味, 肉啊汤啊, 稀数浇在王大娘脸上, 使得她挣了片刻又大声尖叫起来。 诸人吓得纷纷后退一步, 王大娘如历鬼般朝我扑来, 程阿满你怎么敢? 我要杀了你, 我要去报官。 让官老爷把你抓起来, 啊啊, 此时, 一道雄浑的嗓音乍响, 我倒要看看哪个官府感动成家姑娘。 寻声望去, 是阿公。 阿公气势汹汹地朝王大娘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扫帚, 让人不敢靠近。 昨天都说你放肆了, 今天怎么还敢那么放肆? 上次是我没想好, 怎么骂你, 今天我要骂死你, 骂疯你。 紧接着, 阿公鸡里咕噜骂了一大堆, 我一句也没听懂, 只不过听着怪有气势, 怪文雅的。 哦, 我就听懂一句, 卑鄙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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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公丢扫帚的位置不偏不倚 正好砸到王大娘 怕只怕王家会找我赔医药钱 但不知为何 望着紧张兮兮的小老头 我的心里却躺出一股股暖意 除了阿婆阿娘 只有小老头会拿扫帚护着我 漠然良久 我才忍住眼眶的酸涩 朝人扬了个笑 嗯 阿公 我们回家 我以为依王大娘的性子 次日定会再来滋事 可不知怎地 王家这次却做起了缩头乌龟 听说王大娘撒泼似的 到官府门前闹了一场 有太学学子路过 还把裴轩扯了过来看戏 裴轩认出了王大娘 不知两人说了些什么 王大娘竟真的安分下来 然而她越安分 我的心就越不安 阿公吃笑我 小阿满 之前泼人的本事去哪了 我还说你家里人把你教得很好 绝不受气 结果就这胆量 我回道 阿满家里人只有阿婆和阿娘 可他们没有教过我泼人羊汤 他们教我要与人为善 绝不能心存歹念 所以泼羊汤是阿满自己想出来的 阿婆和阿娘都是顶好顶好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太好了 所以我才会被裴轩搓磨三年 他曾说过 阿满就是个软包子性子 不论你怎么搓圆搓扁 就算你把他揪下来丢进锅里 他也不会和你计较 可好 现在成家阿满 不再是个软包子了 阿公微微震住 在望向我时 却有些费解 既然你阿婆阿娘 希望你与人为善 那你怎么不听他们的 若他们知道 你会泼人羊汤 会不会恼你 愿你不听话 我支着塞 认真想了想 半赏才到 怎会呢 阿婆和阿娘 只是想让我养成这样的性子 而非逼我成为这样的人 若他们知道 我受欺负了会回击 应该会很欣慰 阿公脸上的神情复杂起来 小老头我也有一个孙子 他却不听我的管教 小阿满 你说这好也不好 我听着却觉得好笑 爷孙之间哪有隔夜愁 故而我道 若您那孙儿做的是对事 那便好 若他做错了 那您便打他一顿 阿公叹了叹气 那双浑浊的眼落到我身上 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亮了亮 好阿满 如此心思通透 比小老头我强 你啊你 定贵不可言 我偷偷无嘴笑了 小老头 这时又想 旷我的羊汤喝吧 日子一天天递过 我问过阿公 他家里人何时接他回去 阿公却打哈哈 不急不急 他笑咪咪的 阿满做的羊肉汤好喝 其他菜也很好吃 我小老头还想多吃几天 我笑了笑 心里却无名 浮上些许哀愁 看来阿公是有家人的 所以他不能成为阿满的家人 铺子的生意并没有因为王大娘而变糟 因为清街还是我熟悉的清街 这里的人都很好 绣花的小姑娘早就看不惯王大娘了 故而她隔三差五的就来铺子里坐一坐 来买绣品的大姐大娘们累了饿了 小姑娘便会主动领着人来喝羊肉汤 东头的大哥是北方来的汉子 他最喜欢傍晚时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他说我的羊肉汤正宗够味 每次都要撒一大把葱花和辣子 若遇到王大娘 他还会威胁恐吓几句 有好几日 王大娘见到我就如鞍唇一般 动都不敢动 只在最后抛出一句狠话 成阿满你给我等着 老娘一定不会放过你 想来裴轩还真的和她说了什么 这里还有很多可爱的孩子 他们大多喜欢斗蛆蛆 促居 打鸡 但住在清街巷的 有几个是富贵人家 从前阿娘怜惜孩子们尚有童趣 便主动捐了两只醋居和十只毛剑子 所以孩子们十分亲近阿娘 也十分亲近我 王大娘撒泼那事发生后 他们便常常扯着自家大人进我的铺子 还要赖上一碗羊肉汤 待大人们付了账 再朝我醋暇眨眼 仿佛在说 成娘子 我们帮你忙了 阿公年纪虽然大 却比小孩还小孩 他将自己那身像太监一样的衣裳当了 听说上头一颗珠子就值二十两 买回来几只大公鸡和蟋蟀 大公鸡分别取名为 威猛大元帅 威猛二元帅 威猛三元帅 蟋蟀分别叫做 中勇大将军 中勇二将军 中勇三将军 中勇四将军 一只公鸡价值十斤 一只蟋蟀就须百两 我无奈 威猛元帅和中勇将军 知道您这么编排他们吗 阿公笑呵呵地碾须 他们呢 都是我的就不 指不定心里多高兴 他说完还要扯着我看他的蟋蟀部队 老十字通体黑如点漆 甲翘光泽 身形匀称 头大 眼睛炯炯有神 牙齿干亮云云 小阿满 小老头 我极有眼光 这些蟋蟀是上品中的上品 你的羊肉汤 亦是上上等 以及你自个儿 也是鼎鼎好的人 小老头今日怎地还夸我 转性了 我的心微微一动 抬头看人 却见小老头唇角含笑 一派和蔼 小阿满 你是个聪明孩子 目下我陪不了你 我得先回去了 不过小老头 我说过 你贵不可言 是顶好顶好的命格 所以 我们还会再见面 阿公离开了 他是悄悄走的 第二天 我起来熬汤时 并未听到熟悉的小阿满 给我的那碗要加辣子 我便知道 阿公和家里人离开了 他把公鸡和蟋蟀留了下来 还有一定黄金 畅是谢礼 我叹了叹气 不过是收留了两个月 多喝了几碗羊肉汤 这有什么可谢的呢 边上有一封墨宝 我读不懂字 却依稀可见 上头写着阿满 宫礼 再见 这小老头 居然还没忘记 自己是太上皇 我无奈摇了摇头 眼眶不知怎地 却湿了起来 阿婆离开时 是这样酸酸胀胀的滋味 阿娘走时 我也流了眼泪 原来 不过两个月的相处 我便将小老头 视为自己的家人了 我抹了抹眼角 坏老头 走了也不和我道别 我决心 接个要载了 威猛大元帅 然而临近鸡棚 望着咯咯叫的元帅们 我却沉默了 无声撒了一把饲料 如阿公从前那般 我暗念 坏老头坏老头 既然你说会有在相见之日 那我便帮你养着将军元帅 只盼我们真能再见 不久 京城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则 陛下班旨同意退兵匈奴 匈奴则割地十座城池 进贡五年 我和裴轩尚未合离时 便听闻此前朝中 一直争论不休 陛下意在主和 但不知哪位大人物主战 二党一直争执不下 今日堪堪有了结果 看来还是陛下胜了一筹 二则 陛下要在京城挑选御寺 所谓御寺 便是与权贵黄咒所用 所胜者可入宫当御厨 人人皆可报名 绣花的小姑娘朝我几眉弄眼 成娘子 你的铺子要不要也参加 我轻轻笑了笑 不了 平平淡淡才是好 和权贵沾边的事都不大好 小姑娘嗷了一声 不再说什么 要了三碗羊肉汤便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 不由地想到了阿公 若阿公在这里 说什么 好歹也要让我去参加 我甚至能想到 她皱巴巴的脸上 会有怎样的神情 病是高抬下巴 三分不屑 又带三分恼火 小阿满 成阿满 你怎么不去参加 快去快去 我小老头还等着看呢 想到这里 我不禁笑出声 阿公啊阿公 您让阿满等 阿满何时才能等到您 一晃半个月过去 我没盼回老头 却盼来了裴轩 裴轩来三甲第二十三名 本只能做经外官 但她依仗着这张好面皮 不知勾了哪家小姐的芳心 竟让她留在了京城 当了八品国子剑学政 前几日便听闻 她已迎娶心腹 吹吹打打一整日 可谓是春风得意 王大娘借着这事 在我铺子前好一通撒野 人家裴学政英姿偏偏 哪像你 还和个糟老头混在一起 说出去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我只当自己听不见 若王大娘编排得严重 我便咬一碗羊肉汤吓唬她 不用我多说 王大娘便吓得撒鸭子跑 然而今日王大娘 却向友人拖了底 只高气阳往那一站 推似威猛大元帅 抖抖毛 逗大的眼睛 还滴溜溜转 成阿满啊成阿满 我早说了你品性不行 这不 我们裴学政亲自来了 我正了正 抬眼望去 居然真的是裴轩 官袍加身 修身玉力 眉眼间风发意气 真有几分轻狂意味 也是金榜提名 洞房花烛 割谁谁不轻狂 裴轩见我看向她 脸色沉了沉 道 阿满 好久不见 阔别三个月 我以为再度见面 我好歹会有一点波澜 然而 我心中平和得很 像是把她当成了陌生人 我轻轻点了点头 脸下结 却未说一个字 毕竟 我和裴轩已经合理 说多说少都是错 倒不如不说得好 裴轩见我如此作态 似乎有些脑 她想上前捉住我的手 我却侧身一臂 裴轩的手僵了僵 而后冷冷笑了一声 眼底是浓得化不开的音质 程阿满 你好得很 你知不知道 如果没有我 你巡视闹事 就会被官府抓起来 我没有 心里头不知怎么冒出了 许许多多个阿满 一个阿满说 阿满 别理他了 我们做自己就好 另一个阿满说 不行不行 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 对啊 都是王大娘的错 为什么我们要担责 这话说得不对 我们阿满一直是好孩子 从来都是独自忍受 叽叽喳喳的 闹得人头疼 我想到了阿公 他说过了 不要受这样的委屈 所以 我说我没有 裴轩正主 我抬头直视二人 王大娘无故编排 我不愿铺子被泼脏水 所以才选择反击 难道这也是错 何况 官府不会管这些 裴学正 若您前来是说这些 那阿满不认 也请你回去 官府不管这种小事 又何来因裴轩之故 我才没有被抓起来一说 从前裴轩就喜欢说些谎话 框我的真心 后来我才懂 她是用最小最小的动作 谋取最大最大的利益 否则 为什么她分明不爱我 却说她会一辈子对我好 在娘亲欣欣慰地把遗产悉数脱之后 她又换了一副嘴脸 又为何裴轩为考上功名时称我是贤妻 一招金榜提名 就立马与我合理 因为她既怕失去一个贤内住 又怕她的妻不能助力她的仕途 所以权衡立陛下 她先将我骗到手 为她洗手做羹汤 后又修气我 迎娶贵女娇娘 企图一步登天 可是裴轩 我不是一直这么蠢这么笨 阿满的眼 阿满的心 也会一点一点清明 裴轩有些哑然 似乎没想到我会反驳她的话 又似乎在疑惑 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我朝人道 裴学正 我们不必再相见 也请你回去 不知哪个字激怒了裴轩 她竟不顾一切 死死攥住我的手 一字一句句是狠利 阿满 我和你合离后才发现 你待我的好 所以今天说什么你 也得和我回去 成日和一个破老头 待在一起像什么话 阿满 和我回家 我一定不会再亏待你 啊 合离后发现了我的好吗 几乎裹挟着怒气 我狠狠甩开她的手 这是愧疚吗 不是 我想 或许是她老丈人的政敌 发现裴轩和发妻合离 所以才兴兴作态 要迎我回家 否则 为什么不在王大娘 在官府门口撒泼时 就来迎我回裴家 裴轩恶心到极致 她真的有愧疚之心吗 怎可能 还请您自重 倘若你执意如此 那我也愿上公堂与你对峙 读书人最好脸面 从前的阿满胆小 悲怯 可现在的阿满 不仅有服人的力气 更是生出为自己讨一个公道的决心 裴轩被震得连连后退 四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则指指点点 有人则坐下看戏 裴轩的脸色 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 却不忘威胁我 阿满 你可以不和我回家 但你的铺子呢 你打算置之不理了吗 这个铺子 可是你娘亲留给你的 我猛然看向她 手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中 我固然可以不和她回裴家 但裴轩是朝廷命官 若想摧毁一个商贩铺子 那就再轻易不过 实在可恨 然而 还未带我说话 便听了一道尖锐的嗓音 哪位是成阿满 卖羊肉汤的阿满姑娘 来者手指浮沉 穿着太监的服饰 面容平和 看上去就像隔壁的阿爷阿公 裴轩一眼辨认出 来人身份不凡 面上立马挂上了笑 公公 您是哪个公的 被称作公公的人 斜眼看她 似乎懒得理睬 咱家替万岁爷办事 怎么 你是阿满姑娘 裴轩的笑容将注 我上前一步 温声道 这位公公 我是成阿满 公公的脸上 立马扬起个笑 看着殷勤 却不过分 让人生不出厌恶 阿满姑娘 圣上有旨 宫中却一味 熬羊汤的御厨 你可怨去 我猛烟 我猛然片刻 却不合时宜地想到了阿公 阿公说自己是太上皇 难道这是真的 公公笑咪咪的 似乎看出我心中的疑惑 阿满姑娘 陛下等着您呢 她说 带您见到她 自能明白 一煞时 我便了然 一脚如踩在棉花上 轻飘飘的 裴轩不甘心地想扯我的袖子 我却静止避开 她的手落空 转眼又挤出校队公公道 这位公公 我是阿满的夫君 本次科举三甲 第二十三名 王大娘听到 裴轩要引我回府时 便恨得哑哑哑 如今又见 宫里的尊贵人 想请我入宫 连忙跟着道 是啊是啊 程阿满是 陪学正的府内人 前些日子 二人闹了矛盾 裴城市这才逃了出去 他眼睛低溜一转 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拔高了声音 公公 该不会是裴城市的铺子 成了玉寺 公公啊 您可要为我们这些 平民百姓平平礼 裴城市日日说 自己无意参选 也没有参与过这些流程 陛下怎会选他的铺子 您是不是误了耳 听错了 何况 裴城市他一介妇人 既生不出孩子 也常和夫婿闹气 他多半是要回裴家的 这铺子啊 长久不了 公公冷笑一声 还未开口 绣花的小姑娘 却跑了过来 指着王大娘吼道 放你娘的屁 阿满姐姐的羊肉汤 何时没有参选 我证了证 小姑娘笑吟吟地牵过我的手 阿满姐姐 你可记得那位斗鸡斗区区的阿公 我自然记得 半个月前 阿公见我与你交情好 特意嘱咐我这件事 若你执意不参选 便让我替你参选 不过阿公桓真是个老神仙 竟能未卜先知 如此一说 众人皆明了 果然 小老头那么好面子 不在我身旁 还能让人替我参加御四之争 当真是世上第一魂老头 王大娘和裴轩 还想再说什么 公公却拿扶尘 打落二人攀上来的手 恭敬朝我鞠了鞠躬 阿满姑娘 圣人还等着呢 咱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 亭生第一次坐轿 竟是去那 熠熠发光的皇宫方向 跟梦里般 阿公居然真的是太上皇 一席划长 高坐台上 原来他的孙子 当真是天底下 最尊贵的皇帝 我本有些忐忑 但我刚进殿 阿公便朝我奔来 语气还带着几丝埋怨 小阿满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可是一大早 就让人去请你 他左看右看 见我啥东西都没带 还哼了一声 都不知道 给我老人家带些吃的 我笑了笑 本想规规矩矩 朝人行礼 阿公却制止了我 小阿满 你就像在宫外班 把我当阿公看即可 忽然 顶上的皇帝也开了口 嗓音平和 正是这个礼 倘若你向朕跪拜 皇爷也指不定 会把朕撕碎 阿公瞪了他一眼 气呼呼吹着胡子 你现在还敢开 你皇爷爷的玩笑了 皇帝笑着讨饶 孙儿错了 阿公解释 他和皇帝 因为主战和主和 闹了矛盾 所以他才偷了 身太监衣裳 跑出宫 然而与我相处 这些日子 他才发现 自己一直以来 太过独断专行 毕竟先皇早逝 皇帝由阿公一手带大 故而二人感情深厚 阿公对皇帝的要求 也严苛了一些 阿公道 小阿满 若没有你 只怕朕会饿死在街头 一辈子都不能和我这孙儿再见面 本是赶伤时刻 皇帝却插混打磕 是啊是啊 若没有成娘子 只怕皇爷爷会和我 怄气一辈子 以及 阿满姑娘 朕本想直接封你的铺子 为玉寺 但皇爷爷 却让朕公平公正 朕起了怪 若公平公正 你的羊肉汤 真能胜出吗 可是当你的羊肉汤 摆上来时 朕便知道 为何皇爷爷会恋恋不舍 若割了朕 朕也不愿回呢 所以 阿满姑娘 你的玉寺实至名归 阿公休了脑了 转手给他一个暴利子 我的心 却躺过一阵暖流 阿满的玉寺 不是作弊而来 而是实至名归 所以才历经半个月之久 事业 用过扇 我尚有些发猛 阿公带着我游了一遍玉花园 忽儿他叹了一声 小阿满 你觉得站好 还是不站好 这小老头心里还惦记这件事呢 我朝人碾群行了一礼 您是太上皇 您问我这件事 承家阿满是绝不敢妄议的 阿公谋光复杂起来 悠悠又叹一声 下一瞬 我眨了眨眼 轻笑道 可是现在是承家阿满的阿公 即承家阿满在议论这件事 所以 阿满愿意告诉您 阿公 您之前的威猛元帅和忠勇将军 都被我照顾得很好 所以阿满猜 您和武将关系甚好 如若站在武将的立场上 自然是主战好 毕竟将士们以命拼搏 不就是为一战轻匈奴 我朝是马背上杀出来的王朝 各个都是硬骨头 热血人 也不怕生死 可是 若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呢 我捡起一块小石子 丢进湖中 风很小 湖面泛起一圈一圈连衣 我又捡了一块石头重重 丢进湖中 这一下 之前的连衣 被后面的石子砸坏了 倒有几分波涛汹涌的意味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家 最重要的便是安居乐业 若一招起战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无从可知 但就像这两块小石头一样 后面这块 势必会毁坏前面那块石子的波澜 所以阿满忘猜 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打乱 何况 主张和平并非窃了 骨头软了 相反 我们正是不惧匈奴 所以才敢提出合议 我们大可休养几年 等下次再攻打匈奴 胜率定会上升 阿公沉默了 半赏轻声问 可是我朝在休养生息 匈奴也在休养生息 若不一举拿下 岂不是放虎归山 我笑了起来 阿公 您和阿满说这个 阿满可听不懂 但阿满信任陛下 您自个儿说说 您信不信您的孙子 我们这位陛下 少时便出有英名 登基堪堪八年 又做出无数丰功伟计 他的圣贤之道 唯使书所轻达 有这样一位陛下 我又何须担心 阿满啊阿满 你还真是心思通透 我不如你 我吐了吐舌 晚上阿公的手 那您多喝几碗羊肉汤 也能变聪明 阿公哈哈大笑 是也是也 那羊肉汤 我小老头可是饱饱喝了两个月 以后我小老头还要饱饱地喝 好嘞 圣上要诚挚裴轩和王大娘 他问我有何想法 患难期不下堂 他裴轩一朝得事就和你和离 实在可恨 王氏也是他受益针对你的 他已经交代了 他嫉妒你的铺子生意红火 又怕你另嫁 所以才安排王氏滋事 原是这样 我脸下结 心中浮起几分计较 同样都是救人 但人与人却完全不同 当年阿娘用两碗羊肉汤 救了裴轩和裴轩母亲的命 故而采取娃娃亲 否则 一介商女怎能和读书人一亲 我又想起洞房花烛那夜 裴轩许诺我 一世一双人时的神情 是何等郑重 总角之艳 言笑艳艳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 少时我缠着裴轩念诗 他不胜其反 终于念了一首诗 正是这首 他的嗓音很好听 故而我记了很多年 初时不知何意 如今却是失中人 蹉跎了三年 终究是错得离谱 裴轩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所以才忍心一遍遍伤害我 阿婆和阿娘说过 他们的阿满心最善 可是 阿满也会委屈 也有情绪 所以 我跪下一拜 陛下做主便好 皇帝替我做主即可 我不多成他 也不少罚他 一切全凭陛下之意 最终 皇帝拟止 关了王大娘半年 裴轩和其妻合理 隔关流放边疆 阿公蹬蹬蹬跑来 告诉我时 还满脸愤愤 要我说 就该让他们两个人 千刀万剐 我负荷道 嗯嗯 但我想 这个结局 已经很好很好了 皇帝和阿公 都想让我留在宫里 当御厨 可是 就如我对绣花小姑娘所言 所有和权贵沾边的事 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和阿公仅仅相处两个月 虽说我救了他的命 可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除了我 清街也会有许许多多人 会上前掺一把 所以 这不算什么 何况 我在宫里名为御厨 但倘若我受了欺负 阿公定会为我出头 如此一定会坏了规矩 我能让阿公 为我出头一次 两次 可是能让他为我出头 五六次吗 不能 我也怕坏了他和皇帝之间的感情 故而我提出 回城是铺子 阿公却像个小孩般 一会儿阻挠 一会儿哀哟哟喊疼 就是不让我出宫 我杨作生气 阿公还是扁着嘴 胡子气呼呼往上飞 小阿满 你是不是和我小老头生疏了 不然为什么一定要走 我叹了一声 既然您舍不得我 那便同阿满出宫 阿公一下子见墨了 阿公 您在宫中有留恋的人语物 阿满也有 阿满的阿婆和阿娘 做羊肉汤的最初目的 是给百姓们 做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所以 阿满亦然 阿公见撒泼无用 夺着步子长须短叹 我温声道 阿满虽没有留在宫中 但也可保留阿满的御厨头衔 这样 阿满便可实时入宫来看您 您也可以来宫外看阿满 阿满的眼睛立马又亮了起来 你真愿意当个小小御厨 我笑了笑 阿满从前哪敢想当御厨 现在我能当上御厨 还是托您的福 阿公连说了三个好 浑浊的眼 隐隐有泪意 小阿满啊 阿公糊涂了 我小老头还在想疯 你个公主还是什么 或者让你嫁给我那蠢笨的孙儿也好 可是我那孙儿却说 你心思成澈 只怕不会愿意居住宫中 不如先以御厨之名 招你入宫 再做其他打算 线下看来 我那孙儿说得没错 小阿满 你当真是世上顶好顶好的姑娘 我装作惶恐 摆了摆手 您可折杀阿满了 阿满还是想幸成 若阿满真当了公主 只怕阿婆和娘亲 不肯入阿满梦里来嘞 阿公哈哈大笑 我望着他略勾搂的腰 和花白的臂 心里微微一色 不过 这样很好 萍水之源 却成深厚的爷孙情 这已是不可思议 我不敢再望求其他 只求好好守着铺子 多去探望阿公 如此便好 番外 皇帝赐了一块匾额 给城市羊肉汤 皇帝亲笔 我还是如往常一般 经营自家铺子 阿公每隔半个月 便会偷跑出宫 再铺子歇半个月 他总抱怨自己 都一把老骨头了 还要两头跑 孙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总拦着他不让跑 我笑了笑 笨老头傻老头 他都没发现 有暗卫悄悄跟着他呢 皇帝不让他跑出宫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威猛大元帅 果然很威猛 二元帅和三元帅 都扶大元帅 阿公说 郑国公就是大元帅 我小老头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扶他 把他当大哥来看 又过几日 忠勇大将军 因为天气凉而走了 阿公难过到一天 都吃不下饭 还是我给他做了顿馄饨 他才勉强入口 阿公道 小阿满 没想到你的羊肉汤 那么好喝 做的馄饨也很好吃 我朝人扬了扬眉 心里头有些得意 因为我幼时生病 阿婆便喜欢给我做馄饨 猪肉做的扫子 新鲜又有劲头 馄饨皮薄如纸 入锅不一会儿便煮熟了 小馄饨各个滚圆 入嘴鲜嫩多汁 或者汤汁 别提有多美味 既然阿公难过 那也得吃上一碗热乎的馄饨呀 此日我吃巨资给阿公买了五只蛆蛆 乐得阿公眼睛都眯成了缝 恨不能把这群将军捧在手心里 哎 真是个蛮老儿 一晃三年过去 阿公的身体越来越强健 陛下说 皇爷爷老当义壮 溜得比朕还快 阿公鼓着眼睛 溜 什么叫溜 兔崽子你给我说清楚 引得陛下朗声大笑 遗憾的是 我和陛下没有缘分 我把他当军 当兄长 陛下也把我当成妹妹看待 小老头有一次喝醉了酒 还搁那念叨 小阿满啊 小阿满 你若不和我那孙儿再一块 我如何放心 老头子 我没多少年可活了 我听得难过 猴头哽咽良久 待稍稍缓和 才道 您啊 可别想太多 您得活万万岁 好好陪着阿满 另外 阿满从未想过成婚之事 您也别替阿满做主 小老头抹了抹眼角 你莫不是被裴轩那狗东西 伤透了心 是 也不是 阿满虽因他伤了心 却不是因为他而不想成婚 这种事得看缘分 缘分未到 如何能勉强自己 而且 经中多的是好女郎仰慕陛下 您啊 好好安心 小老头不说话了 也不再和我 嘀咕我和陛下的事了 他说 小阿满 开心就好 是啊 开心最重要 冬至 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匈奴无故毁约 不再向我朝进攻 这一次 我朝主动出兵攻打匈奴 不到半个月 大获全胜 阿公开心地喝了三壶酒 还一直转圈圈 我也开心 一直笑眯眯地看着阿公 跟个酒疯子似的 直到他转不动了 我才搀扶他回房 阿公忽然道 谢谢你 小阿满 我那孙儿愚钝蠢笨 可是这件事 他做对了 我轻轻笑了 谢我作甚呢 我又没有帮上什么 何况 若陛下真的愚钝蠢笨 世上还有聪明人吗 所以啊 不能谢阿满 要谢还得谢陛下自己 远处月光如水 陛下站在夜色中 他来接阿公回宫庆祝 这一次 我也跟着回去了 回宫做菜 当个御厨去咯 请不记住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后面 乱 我明白了